而任天堂睽違8年的時間之後 要推出全新的Switch 2 國外的遊戲評論家也推測 除了機身會變大之外 在硬體上頭也會大幅提升 所以也令人看好台廠的供應鏈 像是茂達 創圍 還有上緣等 將會受賄 等了8年Switch即將推出改版 新機外觀模型圖也陸續流出 甚至有國外遊戲評論家 根據推測做出仿真3D模型 機身變大了 螢幕也升級從7吋來到8吋 這些新的Joy-Con 也有一個新的方法 把Joy-Con放進去的Console 這次它不會有漏漏 而且我們常常看的那樣漏漏漏 和漏漏的Animation 反正她還會告訴我們 這次看起來會有什麼樣的 在那裡 Nintendo 顯示了Joy-Con 在從旁邊的Console 然後顯示了Console名稱 Switch 2規格全面升級 包括記憶體RAM 從4GB增加到12GB 另外多了兩個Type-C介面 可能用於更多外部設備連接 像是額外的體感傳感器 而Switch台廠供應鏈 都有望受賄 Type-C的話 我們台廠的創為 就是受賄 因為它就是 有接到這方面的訂單 遊戲機它有這個 光感測的追蹤器 那光感測的追蹤器 是屬於原項 那電源供應器上面的這個 IC是維權電 所以我們看到維權電這兩天 等於說昨天跟今天連兩天 幾乎就是連拉兩根漲停 隨著遊戲機題才推出 分析師觀察 除了原本就負責組裝的紅海 記憶體的望紅 以及機構件的紅准 古本較小的IC設計業者 表現上相較亮眼 根據Switch第一代全球銷售量 第二代新機即將上市 拉貨動能 備受期待 不過其他家業者也沒閒著 Sony PS5先改版 推出PS5 Pro 微軟也計劃在今年推出三款 小改版XBOX 希望能先搶攻年底感恩節 和耶誕節商機 藉著黃天分黃明去台北採訪報導 重量的這製造 或許可視羅